绑绑的 你听 我走在这个上面这个声音 我不知道这个声音能不能收得到 确实是很冷 从进入二月份到现在 现在已经是二月底了 从二月份开始到现在 基本上气温就维持在零下十度左右 然后今天更是特别的冷 差不多达到零下十五度 我看那个天驱暴 波兰某些地方 就比如说山区 这种比较偏一点的地方的话 差不多温度能达到零下二十度 所以还是非常的冷的 但是让我意想不到的就是 这个地方水居然全化开了 看到没有 底下这个地方有好多的这种压子 因为这个水流比较急 那边还有个鸳鸯 看到没有 那边有两个鸳鸯 这种鸳鸯好像一般都是一对一对的 因为水流比较急 所以说这些鸟的话 在这个里边即便不动 也一直在往下走 看到没有 这种雪下的这么厚 大晴天 然后这么多雪 真的是难得 有这么好的天气 然后这边是一个什么科学文化工好像 然后这边就是河 河对岸的话 其实也有很多的住宅区和办公区 但整体来说 相对于河这边就没有那么繁华了 然后这边雪都还没有化 然后你看到没有那边有一块很大的浮冰 其实前两天如果过来的话 这边其实河上飘的全是这种浮冰 满满的 今天基本上 我看因为太阳出来的原因 可能都也化的差不多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 这个雪还是挺厚的 差不多 有这么厚吧 但是已经是化了一段时间了 如果说 直接全是下下来的话 一砸应该都不止了 这段时间雪还是下的比较大的 这样像这样的雪 其实在华沙这边 好像16年下过一次吧 想一想 现在都2021年了 所以还是隔了挺长时间 也不是每年都有的 好 我们和那哥们去喝个一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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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一起 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个金属的 结果今天走到跟前才发现 它原来是一个纯木质 我在这个地方完全看不到屏幕里边 因为反光特别的厉害 强光 后面那个人牵着两条狗 他可能怕狗扑上来 所以就一直在拉着这个狗 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 别给人家走了 我今天还约了别人稍微晚一点的时候 去看一套房子 所以说我现在往过走 嗯 等看完之后 如果时间还不算太晚的话 那我再到另外一个地方 带大家看一下 这边一个雪景的样子 这边一个雪景的样子 嗯 是 如果你想要去另一个房子 如果你想要去另一个房子 我们可以看完之后 这边是主板的房子 这边是主板的房子 2个小时 这是酵 所以可以放在这边 没有这边就会更加酵 对,对 这边是厨房 对,不开放,但是不开放厨房 我刚已经和我的朋友去看了那个房子 我可以把部分片段的视频放到这个视频里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那个朋友看完之后 他觉得那个房子还不错 大概率会买 所以我觉得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地理位置啊 是哪一个物业啊 我就不放上来了 大家也就不要问了 好吧 大家就当是一个全当一个参考 然后那个房子的总价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全毛坯 然后是240万 猪肉体左右 然后再加上后续的装修 包括过户 各种手续下来的话 大概在300万左右吧 就是说可以拎包入住的这样一个价格 嗯 还是这样的 我大概说一下 这个物业的话 它是 一百 一百九十多 将近两百平的样子 然后院子是一百八十平米 一共是有三层 严格的说两层吧 地下车库 然后带一个客厅 还有上面的一个卧室区域 整体来说还不错 公共区域和私密区域分的比较开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手头比较宽裕的话 我也会买 好先说这么多 我们在这里边看一下 这么好的景色 我们不摊房子了 不摊房子 只看景色 今天 因为树枝上都有雪嘛 然后风一吹的话 就那种 感觉好像 在太阳里边 雪还在下的这种感觉 不知道镜头里边 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实际当中确实是很美 所以这种天到这一个地方来 应该是 最好的一个选择 我可以拿手机照一些照片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看一些 镜头里边没有记录下来的景色的话 可以看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边 都有一些日常在波兰这边的一些风景的照片 这个就是肖邦中原的标志性建筑 你可以看得到 今天 奇怪 刚才我看见很多人在那照相 然后我一过来 反而人少了 但是这个地方确实值得一照 尤其是像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凳子 才是没有被清扫过的真正的雪的厚度 我把手放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到没有 就差不多是一闸的厚度 甚至还更高一些 你看前面这一个凳子 是不是 雪也很高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确实是没有什么人来清扫的 我可以看一下 这一个地方 我一个掌 看到没有 我的手这么多都已经进去了 所以你就知道雪下流多厚了 我刚才录了半天我发现 我把开机键和关机键给弄反了 所以说重新录一下 我想说 其实像现在 我身后的这样的景色的话 并不是每年都有的 有时候雪下的非常的厚 但是没有这样的雪后晴天 或者天一晴雪就化掉了 有些年份是正好相反的 所以 今年比较幸运 我们多拍一点吧 看到没有 那个地方 有人在 拿着单板拍照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在网上搜小邦公园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很多 都很漂亮的这样一些雪景 但是我要继续往下走了 因为我前面的景色 也非常的漂亮 继续 我们来往下走 看新的风景 每一个角度都是风景 所以我有种感觉 在这个地方 走不动 走两步就想拍一张照片 走两步就想拍一张照片 但是先这样吧 我觉得里边应该还有更漂亮的景色 继续往下走 然后就多说两句吧 刚才说了 就关于房子的可能有些朋友 还是想听一下 就是这段时间 现在疫情的情况下 这个房子到底是该观望 还是该买 我个人的意见 就是说 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房价其实还是在悄悄的上涨的 尤其是地段或者户型比较好的方圆 所以你如果是刚需的话 或者说手头有足够的现金的话 还是尽快买 这个东西 好的户型和房子 买一套就少一套 对吧 你不要去等 等你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没有合适的了 这样一条道我要走下去了 希望不要滑倒 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坡了 已经没有这个台阶了 我觉得像这样的路的话 其实坡还好一点啊 台阶如果摔倒了 磕到那个楼上 肯定是骨折 但是如果是坡的话 大不了就滚下去 它下的快一些 对不对 我们走一下蛇型 这个 一直在下这个 这个雪的这个睡渣 还好今天拿的是这一个相机 如果说 今天拿一个防水性能不好的相机的话 可能这一期视频拍完 相机也废掉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现在这个位置 雪盖的都看不太出来 这个再往前走 就是那个湖中间的那个宫殿 然后 我继续往前面走的话 是那个 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凉亭 我先过去拍两张照片 然后往宫殿那边走 这个地方来了无数次了 凉亭从最早的用那种没有防抖的相机拍 然后到后来用单反相机拍 对吧 到现在用这种带防抖的相机拍 这个地方 我的视频当中出现过不下五次了吧 我觉得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凉亭在修一直没有修好 修了很长时间了 走到那边再拍几张照片 我的任务就差不多完成了 然后就今天要做其他的事情 今天真的就是因为天气好 然后专门疼了这样半天 甚至说大半天的时间 出来拍一期视频 被击中了 好 那么继续往下走 继续给大家看 看到没有 那个地方拍照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我估计华山这边 喜欢拍照的人都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我知道 为什么 很多人在那个地方拍照了 因为看到了没有 有孔雀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在这拍照的原因 当然很多人可能 也是为了给孩子看一下 我就不在那个地方多晃了 人真的是很多 人人都举着大相机 所以我今天是不是应该带 一个单反过来的 人人都举着一个大相机 就我一个人 在这个地方拿了一个这个相机 我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我的抓紧往回走了 还有事情 剩下一点就不给大家看了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自己到这边来看一下 感觉肯定和在视频里看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好了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 记住我是一只呆在欧洲的产品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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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